星际穿越的故事还得从一段相亲往事说起 1980年卡尔萨根给吉普索任打了个电话 吉普,我这活动有妹子,来嘛 吉普当时40岁,单身带娃,光过一个 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卡尔新剧的手用礼当天 吉普认识了卡尔给他介绍的女生 琳达·奥布斯特 人很漂亮,也很热情 琳达和吉普一样,也是离异单身 可以说是感情经验相当 而且吉普和琳达两个人的职业也很合适 琳达是报纸编辑 主要负责反科学文化和自然科学板块 吉普是物理学家,就是搞科学的 卡尔觉得这两人肯定很合适 肯定有聊版的东西 事实确实由卡尔遇到的一样 吉普和琳达很聊得来 之后两人走动也很频繁 但是两人一直都仅限于聊得来 始终没有进一步发展 就这样,两个人的感情没谈成 业务却谈得不错 时间总是走得很快 一晃25年就过去了 琳达一定是好莱坞有名的制片人 超时空接触就是她经手的 这部作品也很有意思 以后有机会我们也聊聊 吉普呢 现在也是大名鼎鼎的理论物理学家 和霍金 卡尔那都是同事 哥们 以丽波天文台项目 就是她领导创建的 之后也是因为这个 得了诺奖 2005年10月 吉普约了琳达吃饭 琳达告诉吉普 她想做个科幻片 问吉普能不能从物理学家的角度 把她构思构思 吉普本来是有脸懵的 自己都不怎么看电影 更没说做电影 而且吉普还觉得电影太幼稚 那都是给小孩看的 没有任何理论实施依据 这自己是唐山理论物理学家 搞这个可能别人笑话 不过 琳达后面的话 吉普似乎就没有办法拒绝了 琳达特别提到了虫洞 黑洞 这些吉普一生都在研究的课题 这是吉普最擅长的领域 作为一名演技的物理学家 吉普最后还是败给了女人 后面几个月 吉普和琳达一有机会 就探讨他们的电影 最终确定了电影雏形中 必须有的这么几个元素 黑洞 虫洞 引力波 五维宇宙 以及人类和更高维度生命的缘分 琳达和吉普的想法很简单 他们要的这部作品 一定是要完全根据于 现代人类最前的科学研究 甚至是超过人类人知的科学 那意思就是得严谨 即使我冲出了太阳系 那也得严谨 对于这部作品的导演 编剧和制片人 也都得对科学持有敬意 能够从科学中找到灵感 让整部作品 能以一个令人信服和严谨的故事 展现给观众 激发共度人对于科学的热情 让他们能够自发的去了解科学 从事科学 实现科学 说白了 就是我虽然是个科幻片 但是我严谨 严谨到大家喜欢上科学 2006年2月 琳达和电影人 托德·福尔德曼吃饭的时候 聊到了他和基普 最近在琢磨的作品 一个从头到尾都贯穿 严谨科学元素的科幻电影 星际传阅 福尔德曼听了之后很兴奋 说道 这个故事不错 你得给我一份剧本 我拿给斯皮尔伯格看看 说不定有戏 被斯皮尔伯格这种大导演 看到的剧本并不多 这次他们得抓紧机会了 当时基普和琳达 其实都还没有一份完整的故事大纲 有的就是几封交流的邮件 和几页散乱的草稿 没办法 基普和琳达 还是在几天的时间里 赶了一个故事大纲出来 大概八页左右 他们对大纲的完成度 还是很满意的 没过多久 基普收到了琳达的邮件 邮件中说 斯皮尔伯格很感兴趣 并且想和他们见一面 基普当然很开心了 自己的作品比大导演感兴趣 说明这是有戏 自己做了一辈子学问 难道这次真的是要拍电影了吗 很快 他们去了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公司 在那里见到了导演 基普和琳达 还是对斯皮尔伯格 提出了最初的想法 咱们这部作品 首先一定要真实 不能违背物理定律 那其次 不明白的东西 猜想的东西 都有科学依据 即使没有科学依据 至少也能让知名科学家认同 哎 就差 只知自己了 斯皮尔伯格那是什么人 当时他就答应了 但是现在这个剧本 不对 是大纲 还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他们得进一步修订大纲才行 到了2007年1月 基普和琳达的大纲 已经有37页之长了 另外还有16页 是对其中涉及的科学元素的解释 大纲始终是大纲 琳达和基普 也没有写过真正意义上的剧本 他们还得物色编剧 给这个框架上 填上一砖一瓦 最后他们看中了年轻的乔丹森诺兰 也就是大导演 克里斯托夫诺兰的弟弟 诺蒂刚和哥哥合作过两部电影 《知名魔术》和《编范亚前传2》 口碑都相当不错 本以为接下来的故事 会和前面一样顺利 但距离《星际传言》上映 还有七年的时间 诺兰不是卡梅隆 所以这里的曲折 其实才刚刚开始 诺蒂在后面的几个月 看了大量宇宙学的书籍 好让他能给这个故事 多一些严谨 当然 吉普作为顶尖的物理学家 偶尔也会解答一下 诺蒂的七思妙想 有时候物理学家也犯难 他没想要说Yes和No 都是需要背后大量的数学计算 才能完成的 所以这事 没少让吉普头疼 2007年11月 电影的基本故事架构 已经达成了共识 接下来 诺蒂就要开始 第一版的剧品写作 不巧 11月5日 美国作协 好着罢工 诺蒂这段时间内 被要求禁止写作 无奈 诺蒂直接消失了一段时间 罢工大概迟余了三个月 到了2008年 诺蒂终于可以继续工作 16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这期间 他们已经完成了数次修改 最终在2009年6月份 斯皮尔伯格拿到了 诺蒂的第三版剧本 然后诺蒂又消失了 当时诺蒂和哥哥合作的 《蝙蝠家前传3》 也在储备当中 更糟糕的是 诺蒂的父亲 在这段时间内身患重病 就这样 丽娜和基普 还有导演斯皮尔伯格 一直等到了2010年的2月 诺蒂才终于回归 他们一起讨论了第三版剧本 之后诺蒂开始第四版 本以为诺蒂的剧本之路 就已经够艰辛的 眼下的当头一棒 差点葬送了《星际传阅》 时间来到6月9号 他们得到了一个最坏的消息 斯皮尔伯格因为公司原因 没办法和派拉蒙影业 达成合作 之前他们就和基普说过 这部作品的成本将会非常高 基本上没有几个导演 能让派拉蒙影业放心付钱 这下导演直接没了 一个作品掌控全局的人没了 星际穿越很可能 就和很多其他大制作一样 都还没开机 就已经凉了 但故事的结局 大家是看到了 所以我们还是得继续 两周之后 故事有了转机 丽娜给基普发了封邮件 她说和艾玛托马斯 聊得很开心 艾玛是谁 艾玛是诺兰的老婆 在诺兰的作品中 一直都有她的名字 所以艾玛很开心 就表示诺兰肯定也有兴趣 当然 这也多亏了诺蒂 谁让她是诺兰的弟弟 诺蒂的星际穿越剧表 诺兰早有看过 这一下没了导演 诺蒂在村中嗷嗷几句 做大哥的 自然不会败了弟弟的面子 但是诺兰想拍这个电影 没那么简单 这部作品之前 一直都是派拉蒙那边在搞 如果她拍这个电影 只能让派拉蒙 和华纳兄弟合作才行 因为之前她的电影 几乎都是华纳给她投资发行的 所以 必须这两家公司合作的情况下 诺兰才有机会拍 这拍拉蒙也不傻 投资目前好莱坞 最顶流的科幻片导演 大概率是不亏的 华纳这边其实也藏着坏 诺兰一直都是我们的 你们想轻易上船 自然得出出血 所以 这场谈判注定是短时间内 不可能完成的 没办法 这下大家就只能等了 2010年6月份开始 一直到2012年12月 经历了两年半的谈判 派拉蒙和华纳 终于达成了合作 他们将共同出资 拍摄星际穿越 从这里开始 诺兰才真正意义上 接受星际穿越 诺兰接受了弟弟的剧本 不是很满意 所以她稍微结合了别的剧本 从头到尾改了个别 能看出来 诺兰对弟弟还是不错的 虽然改动是很大 但是人物名字 基本上没换 也保留了一些 诺帝的小心思 不过对基普 就没那么友好了 基普最喜欢的开头设定 直接被诺兰一刀砍掉了 本来基普还是有些小介意的 但是看到了诺兰版本的新剧本 实在是太惊艳了 太妙了 自己也就无话可说了 不过诺帝版本的新遗传越 我们之后也会做视频 大概40分钟左右 有感兴趣的同学 一定记得点点关注 其实你稍微关注点诺兰的作品 就能发现 她经常喜欢在时间线上 搞来搞去 弄得观众云里雾里 然后结尾再把零碎的故事 那么一拼 大伙就兴奋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太妙了 虽然这个做法 对于她的电影来说 已经是十分老套了 但是不同的故事里 还是会让你眼前一亮 这个就是她比较高明的地方 诺兰对画面也是挺知识的人 外号石拍狂魔 信条里真的撞了一架波音747 星际穿越中 种了3000亩玉米地 蝙蝠侠中 让小丑演员 亲自按下了意愿的爆破按钮 先不说特效鬼 还是石拍鬼 对比特效 石井的搭建工程量和周期 肯定是特效没办法比的 这种对石拍的赤迷 也很容易把观众给带进故事中 要不然阿汤哥怎么老是亲力亲为 把飞机爬迪拜他 开大黄蜂 这都是特效 没办法给到的震撼 那实在拍不到 只能用特效怎么办 就好像卡冈度亚黑洞一样 当时人类还没有拍到黑洞呢 不过 根据爱因斯坦广义项理论方程 应数学公式 可以算出来黑洞长什么样 卡冈度亚就是靠着基普给的理论方程 然后工程师再套到市效软件中计算 最终得到的黑洞效果 你看到的震撼 那都是数学公社的美 所以星际穿越从始至终 能一直贯穿 基普和琳达最初的想法 也是这部作品能够成功的必要因素 今天我们就不太细说了 之后的视频 还有给大家更细致的讲讲这些小细节 最近应该会把星际穿越 从头到尾讲一遍 希望大家能喜欢 如果看到最后大家感觉还不错的话 也希望能多多转发给小伙伴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一号 我们下期再见